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段感人的故事登上报纸后 吸引了来自全国的人潮 特地造访色谷来建八宫 也促使了日后八宫同向的诞生 全球最有名的路口 色谷十字路口 据说在一次变路跟的时间 就会有千人以上通过 平均一天至少有二十万人会通过的这个路口 也是全球人潮往来最密集的路口 很难想象百年前这一代曾有路面电车行驶 到了战后纷乱时期 色谷站周边曾到处都是黑市摊位 政府为了维持市容与卫生等原因 最后将大部分的店家移至色谷地下街 这条西部机家商店街 正是全日本第一个大型地下商店街 到了1960年代 还为了迎接奥运 在战前广场增设分水池 后期则由各大百货纷纷在周边展店 聚集更多年轻人来自观光与购物后 才终于在1970年代 垫定色谷为流行趋势的代表目像 墨茶每周二都会上传新影片 还请多多支持追踪我们的频道哦